又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先介紹我們今節身邊的嘉賓 就有來自藥財政卷的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先生 Stanley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打電話給我們問問題 電話號碼是20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不如我們事不宜遲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好這位小姐 你好 姓鳳 姓鳳鳳小姐好 你想問哪一隻 13號皇皇78元買 13號皇皇78元買 你是想問什麼 我不知道 他繼續持續持續持續 現在廢走了 好 我們看看 皇皇78元買 現價做73.1毫半 今天有些升幅 升 接近了2% 可以怎樣部署 Stanley他78元買入 你覺得應不應該 再持續長一點 看看是怎樣 基本上如果你17至18元買 那也會持續長一段時間 事實上 你說看環球經濟 一開始轉差 情況之下 其實對王皇 本身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因為因為王皇的業務 都叫遍佈全球 都是涉及不同的範疇 例如零售業務、能源方面 甚至國口馬頭業務 基本上和往都有從事和三豬電送業務 而初步看回現在環球經濟轉差的情況下 對於一些馬頭業務影響相對比較大 零售業務方面 在歐洲方面公司業務比較多 所以這兩方面對於打擊相對比較大 但只不過在這段時間 公司在三豬電發展方面 似乎都比較理想 所以在預期在業務轉規為營的情況下 對於和往的股價都會帶來一定的刺激作用 和往方面經過一個這麼艱難的時期之後 近年來業務不再負擔之餘 公司本身也有比較多現金的儲備 所以在將來的時間 假如經濟做得比較反復 變相都會為和云提供更多的投資 或者一些拼後的機會 所以前景上其實對於和云來計 本身現在估值上又不算是比較高 所以在現階段來計 我覺得都可以持有先 如果家庭公司買得和云的話 本身也可能是有一個中線的投資部署 所以如果之前的時間 七十五元都賣的話 暫時初步看 如果這張圖片可以看到 和云的股價在七十元的水平 現在大概二十天線左右 這個位置 支持力度相對比較大 所以如果以後市來計 只要守七十元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而回到上網來計 暫時初步看 如果在股價上 之前的時間 曾經突破那七十四元 接近到七十五元這個水平 所以這個位置 七十五元這個位置 是一個初期的阻力 如果突破到的話 如果技術上看 是有機會再挑戰八十元 甚至乎八十四元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建議各位觀眾 暫時 暫時都可以先握 但是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如果一旦跌穿七十元的話 就可能考慮先行有止蝕的策略 如果你是握住它的話 可以先看目標價 可以看第一個位置 75元這個位置 而第二個位置 可以先看第八十元這個水平 謝謝Stanley 那好吧 馮小姐清楚嗎 有其他問題想問嗎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馮小姐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和你談過 接下來我們不如解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容好嗎 Stanley 這裡有位陳美山小姐 當然是陳小姐 他買入了817 是方興地產內房股 他買入價是三元零七仙 看到他都是較早前買入 看到他一直跌下來 跌到暫時跌到一元七毫一仙 他都想問一下 其實怎麼辦呢 跌了這麼多 應不應該先行估出 基本上你看回 方興本身在內地方面做的內房地產業務 當中集中在上海方面發展為主 所以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內房股 在今年的表現 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當然你看回業務上發展 各個公司都能夠達標 即是營銷方面的目標 也有部份已經達標 也有部份不斷在努力 但問題是看回整體上的板塊 其實面對著的問題還是比較大 尤其是你見到這段時間 內地方面對一些打壓牛市方面 也見到力度還未放鬆 所以變相對一些地產商 特別是例如方興這類 其實影響力都是持續的 但只不過看到 方興本身在這段時間 業務發展上 都會進入修成期的階段 公司可能會在地皮方面 在長沙方面 都有些可能會出售的情況出現 所以變相對方興來計 一些已經發展的地方 例如北京、上海這方面 對公司已經發展了 所以對方興來計 影響力度未必是十分之大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看 當然家庭觀眾買入的價位 相對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見到現在的股價 大約是1.7%位置的水平 而與家庭觀眾相比之下 其實三個嶺的位置 應該是一年左右 即是一年左右 年嶺以前已經買入了 現在都拿了一段時間 所以初步看 如果純粹以一種投資角度去看 初步看法就是 只要能夠守住 例如過六度的水平 或是說 例如可能再進取一點 如果守住 例如大概1.5.5的位置 基本上我都覺得可以先持久 而初步反彈的位置 可以先看 大概就是過八 這是第一個關口位 即是之前大概9月份一個高位的位置 如果突破這個位置 是有條件可以再上升 2.1甚至2.2的位置 但如果反彈到2.1 2.2的位置 其實我都建議先行沽出 因為你本身看內地方面 始終你對房地產的調控 或一些措施 似乎在短期內不會放鬆 所以對內房股 始終都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再建議 如果你再反彈到2.1 2.2的位置 可能都可以考慮一下 先行沽出 可能套餘之後 再換賣其他股份 可能會比較適合 謝謝Stanley 多謝陳小姐的電郵 其實都想和你談談內房這個辦法 剛才Stanley都講過 即是中央或短期內 真的不會對房地產的政策 或者會作出一些放鬆的措施 亦都見到 溫仲昨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講過 他說中國下調房價 是國家堅定的政策 而對房地產一系列的調控措施 是缺不可有絲毫的動搖 而他的目標 是令到房價回復之前合理的價格 其實都見到 好像短期內 或者真的不會對房地產 作出什麼鬆動的調控 我想問你意見 Stanley 如果這樣說法 看到這個板塊 其實最近的走勢都相當好 從谷底裏面都反爛了一個價位 如果你看回這個情況的話 你覺得短期內 有沒有可能整個板塊的勢圖 或者會掉頭向下滑 基本上你看回之前的時間 大家都比較衝勁 內地方面可能有些放鬆的行動 甚至你看回個別的公司 其實都路律續續 都見到個別的公司 都是譬如公佈 已經達到今年那個銷售目標 這些消息 其實對於個別的公司來 都有一個比較短暫的支持作用 但只不過你說這個板塊本身 其實你會見到 當然今年上半年 今年可能一至八月份 都是一個比較好景 但問題就是 大家都會見到 回到之後的時間 譬如說 下年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會對前景 比較審慎 尤其是在政策 未放鬆的情況之下 一些銀根比較緊絕的公司 或個別的企業 都面對著比較大的問題 尤其是當你賣不出的時間 基本上負債可能 在下年度有機會要還錢的時間 變成對個別公司的經營上 都會帶來一定的威脅 所以如果這個版法來計 我自己都傾向選擇 如果你說真的要選擇的話 個別的龍頭股 例如你說 一些六八八、一零九這一類 我覺得前景上 仍然都比較樂觀 因為本身是他們銷售的情況 也比較理想 還有本身的財政狀況 比較健康 但個別來說 如果本身質素上 賣賣的情況 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加上負債商品 偏高的話 變相下年度的情況 似乎更加難於估計 所以這些公司 我建議反而 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選擇龍頭會比較安全 好 謝謝Stanley 我們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Stanley 依然會為大家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繼續打電話 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電話號碼是 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恆生指數這一刻 是跌23點 做19,819點 其子方面是跌101點 低水28點 做19,791點 好,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和你聊 好,休息一會 好,休息一會